小小兵他竟然成了真信社抓小三广告的代言人了 怎么回事呢 不过这个行为他已经是违反了儿哨法 虽然客运业者他们已经第一时间 把这工序上的广告干净给拆下来 不过刚刚交通局他们还是到总站来展开机查 立刻交给记者周一德 主播各位观众 童馨小小兵呢 代言俩搞广告惹错争议 胡志强才下令 再不撤除就要以违反儿哨法全面开发 但是今天上午台湾市政府呢 在机查的时候人发现有漏网之余 而业者呢也再次澄清 他们已经做了全面性改善 我们来听听看这段说法 没有我们只是奉命行事 我们也不会去犹豫 公司只是站长打电话来 只是我们就这样做 那边是公司跟行销客的问题 不是我们的事情 而这台客运呢 其实呢是从今天早上 由台北发车到台中 而这次呢出现的不只是小小兵代言 还有爸爸一起入镜的镜头 客运业者也澄清 说这是呢第二版 他们呢前一天在发车的时候 并没有察觉到这台车上 还张贴了小小兵代言的广告 因此呢也进行了拆除了动作 这现场为你掌握最新 把镜头还给朋友们 小童馨竟然成了真信广告 带领交通局也彻查客运总站 带领交通局也彻查客运总站